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KPMG知识音浪 我是安侯永续发展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黄振宗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 也就是简称叫NOA 在夏威夷摩拉罗亚天文台的数据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今年6月在破历史新高 已经到了426.91ppm了 也就是100万个空气分值 已经有426.91 是会造成全球暖化温室效应气体 那么距离造成常态性暖化 1.5度C的430个ppm 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哇那等于也就是说 我们要空闻1.5度C 这个很关键的逃命线 已经逃不掉了 所以气候变迁的议题 是一个真正威胁性极大的议题 我们必须加速 因应气候变迁的行动 2023年2月我国公告实施了 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 不仅禁林入了法 也发布了禁林路径蓝图 所以全民都必须要面临 迈向低碳禁林的转型 这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过程 那特别是在公共工程 基本基础建设 还有一般的建物的硬体营造上 所以我们既然了解 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挑战 大家对于一般基础建设 公共工程建物 这个方面的永续循环经济 了解又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特别请到了台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肖胜燕董事长 同时也是台湾的热镜 都心协会肖理事长 来跟我们聊聊 近年目标下基础建设 循环营建 创新所带来的真实价值 肖董事长好 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 波容来参加我们这个 Podcast的录制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础建设 公共工程也是国家净零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么肖董事长被业界尊称为 台湾热镜都心之父 所以这个领域我们非常不熟悉 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热镜都心之前 特别也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肖胜燕董事长的成长背景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董事长接触到了热镜都心 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您会在多年多年以前就把它引进到台湾来 董事长是不是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您的整个历程 好的谢谢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先回去到台中的乡下去 那先去那边当了几年的老师 但是看到很多同学都出国去留学 刚好我的表叔呢 他也是在日本 所以我就透过我爸爸 就说我也要想去日本留学 所以呢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是念研究所 那第一堂课我的指导教授呢 大总先生呢 他就说 哎 秀赏啊 你将来要有什么成就的话 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 觉得philosophy 是否能够坚持对工作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还有呢 你的要特别重视这个人际关系 EQ比IQ更重要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机缘呢 那因为当时是拿了这个 日本妇人社的米商奖学金 在日本留学 日本妇人社呢 就会派一位长者来照顾我们 那个长者大概都是妇人社的 大中小企业的老板了 这个这是因缘际会了 也很巧 他的朋友的朋友 是专门在做台湾电力公司 铁塔用的我们叫高张力螺酸 虽然台湾有说所谓的罗酸罗马王国 出口很多 但这一个等级的台电还是跟他们买 那现在还是跟他们买 那那时候呢 四川和福先生 那是当社长嘛 那我就跟他一起到台电去 那台电的那些长官呢 就半开玩笑说 小博士啊 你毕业要干什么 他们这个热尽度性这个技术呢 愿意给我们的话呢 我们台电一定支持你 就这么一句话 我就投入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啦 另外台湾也是 所谓罗斯罗马王国嘛 那我刚和我表弟的大学的同学 在南部的工厂 陆族新一那家工厂当经理 那他专门在做罗酸罗马王的外销的 那我就问说 日本人要把这个技术给我们 你认为怎么样 都好啊 很好啊 这每次订单来做说要好几货柜 台湾没有人敢接啦 因为没有热尽度性这个技术嘛 这两个因素呢 就回来开始盖工厂了 原来是如此 所以董事长就是到了日本留学 取得协会以后 也在日本因缘际会 就碰到了热尽度性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也了解 台湾竟然台电 有使用到的一些相关的 跟钢铁有关的零件 也用了这一个技术 那当时呢 也因为这个样子 觉得在台湾 它是有发展潜力 所以将这个技术 引进到台湾来 我想这个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以前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请董事长 也跟我们聊聊 既然这个技术当时在台湾是没有 那么从日本这边学习 了解到这个技术 想必它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些功能 所以是不是也请您为我们介绍 热尽度性 净就是浸泡的意思 那度性就是这个金属 就是心这样的一个金属呢 度在这个钢材上 是不是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热尽度性的一个制成 跟它的好处 优点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台湾 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制成 优点有很多啦 我现在就先从这个 什么叫热尽度性来谈起 就是热尽度性 就是心把它溶解 溶解了以后呢 成一体状态 然后要度的东西呢 就经过前处理 就是脱脂 再来水洗 再来酸洗 就除锈 然后再水洗 再来泡进到一个flex 我们叫注溶剂 叫flex 那个注溶剂里面 然后再泡进到溶溶状态的 心的溶液里面去 日本话叫 UIMAC 那土话呢叫 TEMBLAMAC 好像在炸TEMBLA一样 炸TEMBLA一样 那我们就叫热尽度性 那英文就是 Hot Deep Carbonizing 泡进去以后呢 因为它是在四五百度的温度 所以呢 它能够度的比较厚 度的比较厚 不只度的比较厚 而且它呢 已经跟铁产生合金层了 不是 电度是复杂在上面而已 尤其是复杂在上面 而热尽度性是已经 已经链接在一起 产生合金层了 所以它一直度好了 你把它丢来丢去 也不会剥落掉 所以它的耐时效果很好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 刚刚您前面讲的 就是把这个钢材 不管是零件 或整个大的这个 行钢的钢骨 那么泡在这一个 已经融融的 这个心意里头 那么它可以产生的这个链接 而不是只是度在这个表面 所以它也不容易脱落 所以换句话说 这样的钢材 用在任何的一个终端产品 比如说锁到了 可能也许航空机器 锁到了这个桥梁 或者是大型建物的钢垢 那么这些 它的耐时的功能 等于就让这个钢材 可以使用的年限更长了 也不容易腐蚀 所以安全性各方面 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所以对于当时 应该是说 台湾在几十年前 还没有真正 大量的这个经济成长 国家建设还没有大型开始 您就引进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现在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低碳净零 或者是循环经济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天然材料 特别是刚才 也已经从大自然界 越来越稀缺了 所以不太容易能够 在从大自然生态系里面 开采出来 所以就必须要不断的循环 所以这个耐用年限防食 那肯定是对于这些金属材料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您当初引进特别的考量呢 它也有这么好的效果 耐实效果 记得刚回来的时候呢 每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个路灯啊 以前都是有油漆的 那每到国庆节就要再油漆一遍 那后来因为去做一些介绍以后 全部改用热镜度新的 另外还有那时候 那个电力公司的电线杆都还新的 但是就流了一大堆嗅水在上面 就是以前的热镜度新 有涂化炼钢的工厂 但是呢 它没有品质的观念 就是说 镀好了 没有镀上了 它就用油漆再把它漆一漆 那等于没有那个热镜度的效果嘛 是 所以你现在看到外面 那个电线杆杆那些 我们叫铁配件啊 那些东西大概都是我们度的了 那如果你看到有生锈的 那一定不是我们的产品 是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这个热镜度新的这个应用 就应该是逐渐会打开 这个市场的需求 特别您从这个1977年 就成立了这个公司 开始在国内推广 跟发展热镜度新的制程 那么整个国家 现在台湾 从去年这个政府公告实施 这个气候变迁营法 开始推出了净零路径蓝图 所以各个面向全部都要 推动节能减碳低碳净零的一些食物的做法 那这里面 当然就公共工程 大型土木 那么也会使用到大量的这个钢材 特别是我们这次凯米台风才刚过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桥梁 也被包括铁路 包括公路 桥梁也被洪水重断了 那所以就是说 基础建设里面 如何能够延长这个相关的钢构 建筑或者是公共工程的使用年限 又面对了受资源短缺的一个限制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技术 可以让我们公共建设里头 或者是这个营建 建物里面的这些材料 能够延长寿命 能够加强它这个防死的一个程度 那势必对于公共工程跟建物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强度 那势必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了 那刚刚从董事长 您大概介绍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我想听众朋友 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是不是也请您 为我们再概要的介绍一下 那如果把热静都行 应用在我们的营建 建物大型公共建设等等 这个领域 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案例 能够跟我们分享 它能够带来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可能也许是环境面的 也可以是财务面的 是不是 请您为我们概要说明一下 我先把热静都行的优点 我们把它分成几个 大概六项吧 好 第一个就是非常优越的耐实性 在一般大气我们分为是C1 C2 C3 C4 C5 CX 要分这几个层级 就是它会造成这些刚购 刚才腐蚀的条件的状况 对对对 分成好几个不同的特性 那如果在一般C3以下的C4 C3以下的 大概在一般大气中大概耐用个100人以上没有问题 这等一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那大概就是高度的这个经济性 在推广的时候 当然碰到说 我说你们这个东西很好 但是呢 我用热静比较快 比较便宜 那我就想说 你没有这个LCC的观念吗 LCC就是Life Cycle Cost 生命周期成本的观念吗 你刚刚开始可能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你用油漆 你就大概五六年吧 最长七年 你就会也会修一遍 那现在一些很多公共工程 它要求说一定要耐用100年 像现在的那个增加盖的淡江大桥 它设计的年限是要能够使用120年 用油漆的话 在100年你要油漆几遍 用热静度之外就不需要花那么多 特别它又靠海 所以它的腐蚀性一定条件是更年轻了 对 那再来就是兼顾的腐蚀性 我刚才也谈到 就是说它是泡进下去以后 铅跟铁已经产生合金层了 两个链结在一起了 你再怎么丢来丢 也不会这个剥落下来 所以它腐蚀性很好 它有牺牲阳脊的作用 就是说铅跟铁在一起的时候 铅会牺牲自己 然后来保护铁 也不会继续生锈 铅就是有这种特性 就是它有牺牲阳脊的作用 这是它的优点 那再来就是说高度的信赖性 所谓信赖性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管状的东西 有面部中空的东西 你用油漆的话 你只漆外面 那里面你漆不到 漆不到从里面就绣出来 但是热镜的东西是 泡进去以后 里里外外主要泡进得到 里里外外都渡得上 那渡得上以后就没有问题 就可以耐得很好 那再来就是收短工期 就是说很多都是在工厂 渡好了以后 再拿到工地去连接起来 那一般你在外面 你用油漆的话 你没办法油漆啊 但是如果用热镜的新的 因为没有下雨了 马上就可以把它 用螺酸螺脈把它结合起来 就可以把它盖好 总归起来这六项优点 董事长是不是您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案例 就是跟一个石化业的企业家 我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台硕六项在盖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当中华民国 房石工程学会的理事长 那我也刚才碰到 我认识那个工业局开发的 那个组长 他叫潘丁白 潘组长 我说老潘啊 你叫台硕去那边盖厂房 在那个卖导那边 风很大 或者风杯刷很厚啊 而且缘分很重 到时候没多久就会出问题啊 他说好 那我们来跟他说明吧 我回来我就行文 去台硕 我有在先生亲自来接见我们 那我去了以后呢 我都还没有做好 他就拿一大碟相片给我看 都说你是中文你看 那不然开工业呢 都生鲜了 那要怎么啦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房石来讲 不只是用热尽镀星 必须要双重房石 那热尽镀星以后 再用更好的耐湿的油漆 再塗外城再塗一遍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后来去场庚打球啊 他一看到我 我就说 我是台渡的萧胜宴啦 他说你不用跟我讲 我叫我这样一定要用 你这个很好啊 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是是是 另外一项就是说 也已经快三十年了 就是在中河的一个 中正路立体交叉工程 高较的桥梁 它那边大概有将近七千顿 我每年都有去量 它的新的损耗率了 那2018年 我们最后一次去量的时候 把它换算起来 剩下的新把它换算起来 还可以用九十多年 那加起来可能就一百多年了 这是确实佛生生的例子 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 这个顺便讲一下 这个呢 因为我刚才谈到 一些政府单位 比较没有那个LCC的观念 所以我就想说 你说贵 但是没有 这LCC算起来 应该是对你们有帮助啊 所以我就去找那个 那时候的公共公司委会的主委啊 吴泽生吴主委啊 我说我想去拜访你 他说你要来谈什么议题 我就把资料先传给他 那我就带我们公司的人一起去了 不只是他一个人接见我 还副主委 指导秘书 五个处的处长都一起来 他说你的资料 我昨天晚上看了 我叫他们一起要来听 那因为我是用理事长的名义 去的协会嘛 所以他们也就有会议记录 我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 你们很多都风风光光剪裁了 但是没多久 接下来开始又要维修了 你们没有LCC的观念吗 都说有啊 我们也有派人去外国学习啊 都有啊 但我说你们 但是并没有特别严格要求啊 那后来他们就也当着会议记录 那刚好呢 中国工程师学会 每一年都会带 对于这个工程有贡献的教授 去见总统 台大的一个教授 廖文正教授 他就建立总统说 我们对公共建设 要有要重特别这个耐时的问题 这个援受性的问题 尤其学校也一样 学生的安全都很重要 那总统他听进去了 他就马上交代行政院 那行政院他又跑到 公共公司委员那边去 那吴主委一想 前几天萧理事长才来啊 怎么现在总统又又又又跟这些教授 又又谈这些事情 当然表示说 这个学习很重要 是就表示说这个我们政府的高层 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那听众朋友们刚刚就是萧董事长的介绍呢 大概意思就是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很多的建设里头 建物里面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产品里头 可能会使用到一些钢材所做的 包括螺丝螺帽啦 钢垢啦 这些 那过去有一些就是为了防死 为了延长寿命 可能就是用油漆的方式 那热镜渡星就是取代油漆 结果如果是用在这个公铁路的桥 那可能要使用年限要能够100年或以上 包括比如说淡水桥要到120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了 是用镀星或者是热镜镀星或者是油漆 这两种在防死的效果 跟成本或造成对环境的冲击 哪一个会比较显著 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资料 就是台路公司在萧董事长的支持之下 也特别针对了新竹竹北市 凤山溪 牛浦溪 两座规模不是很大的桥 那么以寿命100年来比较 这个使用油漆做防死 或热镜镀星做防死 结果发现 哇这个100年 可以节省的维修跟环境冲击 大概几乎快要超过190亿 接近快200亿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两座不是规模很大的桥 在将来的维护上面 对环境的冲击 一年就可以节省新台币两亿 所以这个对国家的经费 对于这个整个环境的保护 低碳净铃的需求 甚至材料 或者整个公共工程 能够耐用的强度 这个是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想这个是值得 盖更大量的去推岗 也非常谢谢 就是说政府高层重视这个议题 最后再简短请董事长 为我们介绍 既然这么好 那势必您又担任 热静独行协会理事长 所以从您的介绍里面 可以非常高度的 可以感受到您一直希望 能够更大家推广的 一个使命感 所以是不是您该要减要的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您接下来有关 后续的这个推广倡议上面 您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想法 现在政府都要要求说 减零减碳嘛 要净零嘛 那这些呢 其实呢 热静独行跟油气比较起来 您那边也有做一个资料出来了 确实是非常好的 有能够达到这个 我们要公共建设啦 要能够净零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啦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高龄化 少子化 一次就可以做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几年以后 又一次 两次三次 不断一次去补啦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 你这样不是 你风风光光剪裁啦 那后来又要修修补补 我们这一代过了 没关系 那下一代不是要 再留子孙吗 所以呢 我就一直说 希望能够透过各种方式 能够把这个 这么好 这么有效果的 而且能够达到净零的效果的 而且也符合这个时代的 要求的一个耐时的方法呢 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是我今后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是 这里面也包括工程公司 顾问公司 建设公司 那么包括政府相关的官员 特别是应该都要在这个领域上面 稍加了解 那知道怎么应用 那国内在小董事长多年以前 引进到台湾 逐渐的这个开支善业 那么长出了很多相关这个产业的各种 相关的一个体系 所以应该能够更支持我们国家建设 或建设公司 地产开发公司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防死的材料 可以持续的延长材料的寿命 加强我们所有建物公共工程的一个强度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的支持我们国家境灵 能够更有机会 即使是我们从这个热镜度星一个非常不为人知的技术里面 竟然也有可以发挥很大功能的地方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萧董事长来为我们介绍这个热镜度星 也希望有助于各位听众朋友了解 在不为人知的背后还是有很多技术跟新知识 值得我们一起来努力学习应用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萧董事长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KPMG知识音量 下次再见 好 再见